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艾未来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冰浮传说》 1914年,弗兰德已经在海上航行了67天 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不远处的小岛 接替气枪站站长的观测工作 在这荒岛上,他们找到了一个工作人员格朗纳 从他口中得知,前任观测员换伤寒后失踪了 船长将弗兰德安顿好后,就带着自己的水手们离开了 弗兰德住在了小魔屋里 他在浏览观测员日誌时,发现了一些诡异的东西 日誌上写着,达尔文错了,你要去爱人类,你不能爱上一只动物 期间还有作者手绘的众口图片 弗兰德从书中翻到了观测员妻子的照片 照片背面写着三个love 第二天,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格朗纳所在的房子里 看到了另一个生物的影子 当晚他听见有人敲自己的房门,以为是格朗纳 没想到一只怪物的手伸了进来 在弗兰德将他赶走后 他不停地撞击房门破门而入 幸好弗兰德机智地躲进了地下室 第三天白天,鱼人没有出现 他明白了鱼人怕光 他去灯塔寻求格朗纳的帮助未果 晚上又打了场攻防战 弗兰德为了生存不得已烧掉了自己的房子 击退了鱼人 弗兰德只能再次前往灯塔 他偷偷靠近一个打水的人 却发现这是一只雌性鱼人 格朗纳阻止了他开枪 带他回了灯塔 格朗纳告诉他,这只鱼人是他养的 他曾经救过他,所以他就一直待在灯塔里 他问格朗纳为什么不坐自己来时的船离开小岛 格朗纳直言自己在这座岛主宰自己的命运 不愿离去 到了晚上,鱼人欠来攻打灯塔 没见过世面的弗兰德拿着枪被鱼人吓蒙逼了 格朗纳只身一人击退了鱼人 他对弗兰德的懦弱感到相当愤怒 隔天晚上,格朗纳把弗兰德一人关在灯塔上 阻止了所有鱼人的进攻 自此,两个人都成为了猎杀鱼人的机器 弗兰德还意外地发现格朗纳会监污鱼人 由于格朗纳和弗兰德的放松警惕 忘了开灯塔的灯 大量鱼人攻了上来 幸好黎明很快就到来了 两人相安无事 不久后,弗兰德发现有一艘船经过这个荒岛 他想用信号弹求救 却被格朗纳阻止 他不愿意被发现,也不想离开 弗兰德非常气愤,却无可奈何 弗兰德对受尽格朗纳虐待的女人鱼心生怜悯 他用之前从沙滩捡的一截脊椎骨 雕刻了一艘小船想到鱼人开心 没想到鱼人却帮他找到了一艘搁浅的小船 弗兰德从格朗纳口中得知 小船是西班牙火药走私队的 他们在海边沉没了 弗兰德提议去潜水捞火药 用来炸死鱼人 格朗纳原本不同意 但是当他看到 弗兰德对鱼人产生了感情 脱了衣服和他在水里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时 他对弗兰德起了杀心 在弗兰德捞完火药后 格朗纳没有理睬弗兰德的求救 想让他死在海底 幸好弗兰德拉开潜水服又毁了水面 格朗纳利用炸药和弗兰德一起炸死了大批鱼人 女鱼人也在二人被炸晕时跑了 之后弗兰德去岸边呼唤女鱼人 女鱼人带着族人来和弗兰德见面 格朗纳发现后想杀死他们 但却害怕女鱼人和弗兰德永远离开他 便撤回了灯塔 但他还是没忍住 在灯塔上打死了小鱼人 弗兰德马上跑到灯塔里阻止格朗纳 正在格朗纳要砍死他的时候 弗兰德说了一句 你不是谋杀犯 格朗纳手中的斧头掉落在地 弗兰德之前就发现了 格朗纳的物品里有他和观测员夫人的合影 背面也写着三个了 格朗纳正是被弗兰德误以为死在鱼人手里的前观测员 原来格朗纳爱上了女鱼人 他走出灯塔 无数的鱼人涌了上来 将他撕碎了 之后弗兰德就一直生活在这座岛上 很久后一队军人上了岛 他们来寻找观测员 战争时观测员没有回复一点数据 蛮乎只手需要收发 弗兰德则说了和格朗纳一样的话 观测员死于伤寒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去看海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